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納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資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最近我這一些影片都有一些觀眾留言 就說現時來說如果買一些長樓花旗的產品風險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偏向都是想選一些現樓的項目的 其實我們經常有回覆這些觀眾的現樓項目我們都有推介的 當然未必在市場上佔大多數 好像今次我們要回訪的樓盤就是位處於斗門白礁這一邊的時代水岸 目前已經是去到現樓的階段 所以如果你說覺得一些不是現樓盤 樓花甚至是長樓花相對風險實在是大的 即使發展商是具有實力的 國企央企都好 你都不太信任的話 那這些現樓盤系列的確是可以多多關注和留意的了 目前現樓的貨美方面 主要就有七棟和三棟的二單元 那若然你還想找一些看到水景和河景的單位其實都還有 而且不是說那些那水景的感覺 是真的說至少你走出露台 可能有一半的空間都能夠看到黃陽河景的 就是位處於三棟二單元這邊的二號單位 還有一樣東西都是吸引的 這個樓盤管理費相當之便宜 說每平方米過百而已 那之前我看到有些觀眾是一些相對管理費貴些少的樓盤 可能兩個半去到接近三元左右的水平 他們覺得貴的 那這次這個過百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觀眾覺得 因為管理費很便宜 就特別想入手這個項目 我自己的估計其實就不會的 因為管理費只是佔持有成本一個很低的數 只是希望一件事 就是不會因為管理費特別便宜了一點 所以有些觀眾留言就說 管理費這麼便宜 肯定管理不剛好 一會兒Jerry就會帶大家進去 聽回目前最新的情況 到底剩下的優質單位會分佈在什麼地區 什麼動數等等 看到景觀又會是怎樣的 然後Jerry就會去現樓的實體樓上面 去看真點到底景觀 美不美 那我們也事不宜遲 看完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我們就跟Jerry進去了解一下 目前這個項目去到現樓階段的最新情況 到底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也是我Jerry 看到我身後這麼漂亮的一個河景 大家有沒有猜到現在是哪個位置呢 沒錯 現在是珠海的斗門區這邊 今次主要是回訪這個樓盤項目 時道水岸 在時道水岸 其實我相信這裡有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已經購買了這個屋苑 其實當初很多香港朋友選擇在這裡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收樓的情況 可能也有一些觀眾朋友說 不是已經收樓了 今次我們主要看它在手當中 還有哪些漂亮的單位 我身後來這個就是時代水岸的樓盤 其實看到外牆已經弄好了 我們鏡頭就轉去銷售中心 看看現在還有哪些單位 OK 大家好 看看時代水岸這邊的樓盤 我們時代水岸項目 總佔地是5萬平方米 一個有825套 全部都是精裝交流 這樣的話在上一年2021年的12月8日 已經正式交流 所以現在我們賣的是精裝的現房 我們現在大概有160套貨 有大面積和小面積的單位 小面積的單位 它主要集中在4棟的2單元 零4單位 這條腿這裡 這個樓層基本上都可以選擇 就是南北對樓的 有91平方 有三房兩廳 然後有入花園的陣送 然後它南北通比較舒適 大單位的話 是在7棟的1宜單元 零1宜單位 主要是朝南向的 147平方 三房兩廳兩位 主要是在院林 加上部分的河境 這樣的話 比較多一個朋友 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小面積全體河境的單位 或者筍的單位 現在的話 有兩套是特別筍的 可以大家看看 就是3棟2單元 零2單位 有一套17樓 那它就朝東南朝向 那九十一平方 那三房 它直接看到我們 黃陽河的景觀 看尖峰橋 所以景觀 是一線河境相當好的 那單價的話 大概就 1萬8元左右 那另一個 順一點的單位 性價比高的 就是三棟2單元 零5單位 那它的中低樓層的話 它就是 間隔都是三房的 那單價就 1萬5元左右 所以的話 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產品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 那小區圓林 整體的風格 都已經出來了 圓林的陸發率達到 38% 人車分流 小區的車位比例 也都超過了1比1 配套了幼兒園 而且交了樓之後 我們現在的話 和一旗的小區 是連通在一起的 所以整體的小區 是大小區 一共佔地有17萬 那它的正門出來 兩邊都是有個商業的 即是我們的一個 環萬家超市 我們的商業 全部都在正門這邊 而且還有公交車站 出行是很方便的 其實我們樓盤最重要的話 就是 一落樓 就是圓林 就是花園 所以的話 我們這邊的一個景觀 和環境 是相當好的 OK 龍哥 想問一下 一天已經是燃樓了 其實呢 我想問旁邊的幼兒園 是開業了嗎 開業了 這個叫做 鄉海智慧幼兒園 已經正式開業了 OK 那麼 車位有沒有開賣 車位都在賣 現在車位的話 我們下面是 大概就是 十萬零五千左右 一個車位 有兩層的 有夾層 負一負二層 十萬零五千 才帶來產權 人房車位 人房車位 是 但是它使用權的話 就是和你的住宅一樣 就是用到多久 就會連貫在一起 OK OK 那現在其實 因為我知道 駿龍水雲之前 你一直都有針對著 香港澳門方面的直貸 那現在還有沒有呢 現在對於香港的一個 永久性居民的話 一樣都是有這個 直貸的一個業務在 所以的話 香港的朋友 在香港做直貸 是做一個公項亞洲 一人單是可以的 哦 那它首期要多少 首期的話 就四成 四成首期 最少都要四成首期 哦 OK 然後剩下批多少 要看後的資質 是 入息的各方面 沒錯 OK好 那先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 三座的樓下 我們可以看一看 整一個環境 有很多可能已經買到 這個屋卷的業主朋友 未過得到 其實可以 現在通過我們的鏡頭 看一看 各位現在買了的 小區的大堂 是怎樣的情況 哪怕是有意向 這個屋卷的朋友 都可以看一看 因為已經是延樓狀態了 那你所見到的 就是 就是第二次 所以用了二樓 看看為什麼 進來三座這一邊 好 進來 現在是三座的二單元 這兩個就是電梯間的位置 我們先上去看 第一套 四樓的單位 好 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個視頻單位 第一套 是九十五平方 望正來源景觀 那 它目前 剩下的貨量當中 那個單價 稍微低了一點 那價錢 大概就一萬五千五左右 現在是一個四樓的單位 那三座二單元這邊 它是兩梯六火的 分別 四五六在一邊 那麼 一二三在另一邊 OK 我們看一看這個 四零五單位的 那個回應圖 先進去 進來的話 因為已經是現樓了 鎖建即鎖得 包括這個鎖 自民鎖 還有這個門 都是交付標準 OK 進來之後 其實做一個弧形 它是做了一個 叫做動靜分離的設計 那麼當然 肉眼所見到的 這些交付標準 包括這個淺灰色的地磚 還有我們 這個長體雨膠漆 天花線 也是做好了 那麼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尺寸圖 這一邊 整個廳的開間 是有去到三米八的 而且格局是非常之示正 因為廳與廳之間 沒有錯位形成 我們先將鏡頭轉過去 廚房位置看一看 廚房也做好了 這個燙門 我們可以隔著油煙的 再回來 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放 我們的特殊冰箱 肉眼所見到 包括這個吊櫃 這些全部都做好了 有抽煙機 還有這個消毒烟櫃 這個位置可以放一放 微波爐在上面 我們看到上面還有一些收入空間 其實都可以放一些 其他一些 調味料 沙漠冰箱 在這裏 亦都有位置 是預留了一個 升盤 那燃氣爐這方面 就是 等到以後 布裝了燃氣之後 就可以再安裝上去 我們看看廚房 旁邊 是有一個小的生物陽台 亦都可以蒙回到 我們小區原林的景觀 好 再出來了 我們先去主陽台看看 主陽台的朝向是向正東的 真正正向東向的房間 對面那邊就是屬於海一浩亭的第一期 我們這裡是交流名是海一浩亭的第二期 那一二期之間就是無阻礙的連通在一起 整個小區就會更加大 好 OK 好 再上去房間看一看 鏡頭的左邊就是我們的衛生間 肉眼所見到 都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接著是一間小房 小房 小房對面也有另一間房間 這個房間 做一間客房 最後就是一個主人房 好 OK 那它這隻戶型的話 就95平方 那它其實做了三房兩廳 就是一個衛生間 那目前呢 因為三座二單元 這隻戶型的話 那它那個 單價就會稍微低一點 剛才也在門口說到 一萬五千五左右 OK 還要看回原林景觀 那如果想找回三房 而且呢 性價比比較好少少的朋友 就其實可以考慮一下這隻戶型的 那我們再轉鏡頭 去另外一邊看一看 好 在庭梯上到來 那我們就現在是17樓 剛剛是4樓上來了 那剛才就 4樓那套05單位 就另外一邊 就是404、0506 我們現在在另一邊 就是01、02、03 兩梯六貨分佈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一套 02弧形的單位 91方 我們看到就是01、02、03 這樣一個分佈 進來的話 這隻弧形 其實跟剛才的 4樓那套單位的 Size 其實就是一樣的 就是空間佈局各方面 不同的是 1個91、1個95 那區別 其實在哪裏呢 主要是陽台的一部分 因為它下方 05單位 它真的佈見了陽台 所以內地的陽台 是半買半陣送的 所以算了一半面晶 是入了那個圖籍裡面的 但是這個外面的陽台 可以說是基本上全陣送的 所以的話 就是小了4個方 但是其實是一樣的 所用的空間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陣送更加多 計算過 淺的面積更加小 當然啦 這個因為它的景觀 和樓層都會比較好些 所以來說 它的單價 我實際上來說 就去到18,000 那這個景觀 我們稍後再看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 這個客廳後面廚房的位置 都是做了一個L型的分佈 還有呢 剛才的介紹也一樣的 也有一個小的生活陽台 我們可以看一看 OK 好了 出回來呢 我們的陽台位 這一座最高是18層的 我們現在是17層 可以說是內地的鳳凰樓層 出回來呢 其實這個朝向是向正東南位的 角度呢 稍微一點點就見到一線的河景 真的非常之美 剛巧呢 我們這個樓層所在 這一套單位 直接就可以跨過 一期前面這個小高層呢 就望著整個黃陽河景觀 這個護形 僅似一套 現在河景單位 真的有這麼美 OK 再轉去呢 我們 房間看看 這個呢 衛生間 我們看一看鏡頭 左手邊這一間房間 這間客房呢 都可以這樣看著一個河景 OK 不知道各位鏡頭前面的朋友感受如何 但是我在新林奇景看過河景呢 普通真的挺美的 這間的其中間小房 也都是有窗口 當然這間就沒有什麼景觀了 OK 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這間主人房其實都很大的了 那這間圈圈圈上面看就是3.5x4.5的一個標準來的 大一個雞一塊 都有成 可能達到百四五尺的一個房間的大小 而且這間房子跟剛才客房的這個桌子 是一樣的 都是望正著這個河景 好 好了 這隻就是1702的單位 單價就是萬八元左右 家裡全個小桌 僅持一托 不知你又覺得剛才河景那套單位 是否吸引 我個人就覺得如果走出露台 看到一個這樣的景點 其實都相當舒適 若然你真的對這個項目 現時這些現後單位是這麼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拿點資料 我們保證你可以用到最優惠的價格 去購買這個項目的單位 歡迎聯絡我們了解多些 今集糧隊到先 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為大家介紹 怎樣來到我們自家兄弟 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這一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尼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之後 向左邊 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尼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 也是相當之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 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燒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